冬天到了 冬天要吃什么呢 冬天最好的美食是什么呢 据调查 最棒的平民美食就是 姜母鸭 为什么呢 因为姜母鸭呢 可以让你驱寒 可以补生 可以进补哦 所以呢 现在就让基哥 带你一起去吃我们的 姜母鸭 GO 好好喝哦 你有没有发现 我的肚子堵住了 诶 为什么 姜母鸭 一定要坐在矮桌子 矮凳子上面呢 为什么就不能坐高一点呢 诶 老闆啊 你看看 我肚子都顶到了 你你你 你来说说看 干嘛没事做这么矮啦 小孩子你就要给我摸哦 要用脱会煮的 骨头更好吃 老闆也比较煮的 你如果知道早就早就吃到什么 用处的肚子也吃得更安全 你知道吗 莫菇把我问啊 哦 原来如醋 吃姜母鸭 配料到底有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金针 豆皮 鸭血 玉米 蔬菜 鸭肠 冬豆腐 鸭丸子 为什么没有 鸭肚子呢 喂 老闆 你到底在搞什么要吃啊 鸭肚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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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自己去超市买就好啊 对不 就不用来我们这儿吃啊 来我们这儿就是要吃我们新鸭肚子 你知道吗 呵呵 原来如此 那你懂了没有啊 影片都结束了 你怎么还没有按赞订阅跟分享呢 记得记得 赶快开启你的小铃铛 我是大树极格 我们下次见